首先吼,我們要先去注意一下就是 這支步道上面周遭的一個排水淨流的方向 那現在呢,我們很主要的可以看得到 就是從這一個步道的這個主線下來的時候 這個水會一路的往下沖死 那造成了目前這邊有一個很深的石溝 那所以為了避免讓大部分的水再繼續往下沖 我們會採取就是用分散節流的方式 那這裡是其中一道我們在整個從地形判斷 覺得它是一個合適的方向跟位置 那這個橫向的這個氣石的一個設施呢 它就會讓這個上面來的這樣的主要的浸流水 碰到它之後就舌向這個列缸流到下邊坡去 確定好整個的一個施工的一個位置之後 我們要決定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這個排水的這個方向 那一般來講 我們站在上邊坡的這個頂的時候 然後如果跟步道成90度大概是這個方向 但是一般這樣子的排水設施很容易讓雜物堵塞 所以我們會向下邊坡的這個下緣這個地方做一個傾斜 一般來講就比一個葉的時候 然後你的中指是跟步道的主線垂直 那你的食指是跟排水方向的那個方位角差不多 大致是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那首先在開始吃座的時候呢 我們要進行的就是要開挖 那開挖是主要是要把石頭埋到這個步道的下方 那至於開挖的寬度跟深度要配合在 周遭我們找到就地取材的這些食材的一個大小 但是我們先把整個的一個 痾 醬要氣實的這樣子的一條 一條線 先把它 挖起來 好 最近這個田姐來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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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就是白石 白石呢 呃 呃 作業就是開始要去選擇適當的食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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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選到了那個食材 呃 在做起司的時候很重要的一個動作是 你的 蘭水的這個面向 蘭水的這個面向 是要 盡量 把石頭排起來之後是 成一條直線的 哦 不要前面有撐之不齊 哦 這是第一個要向 第一個要向 它的頂面 盡量是齊高的 所以你選擇石頭的時候你要注意到 頂面 跟飲水的正向面這一邊 盡量是一個比較平整的 的狀況 那還有就是 你未來 這個 呃 石頭突起來的高度 大概是在一個拳頭 那麼高 這樣子的高度大概在10公分左右 就不用 現在大致大致上是成一條線但是 我們等一下要稍微微調 所以會用到霸露啊 邊比較出來 所以我們讓這個角進去一點 這樣子 這樣子就 比較齊了對不對 齁 然後這個石頭先把它頂在前面一下 先頂一下 先頂一下 就好 那這樣子大致就是有一個 呃 比較平直的一個一個 線條齁 好 那接下來我們必須要去處理前後兩側剛剛開挖出來的 我們就先用這一些 剛剛開挖出來 或者是周遭的一些碎屬 先把它的縫隙先大致 但是不要比它的那個排水線的高層還高 這邊要回填土 讓之後的這個步道 跟這個 它的擋水的背面的這個地方平順 搭乘一個順坡的一個地形 嗯 這樣足足夠好 來 好 啊這裡一頭都把它弄來 啊這裡一頭都把它弄來 好 我們現在就是 接下來就是把 這些碎屬 把它鋪到剛剛 這個凹槽裡面 好 我們現在就是 全部倒下去 倒下去 倒下去 對 這些鬆土 我們可以用腳 先把它抬一抬 因為人 這個 體重也很重 先把它抬起來 那等一下會再鋪一層碎屬 大概直徑在大概 5公分左右的 碎屬鋪滿了之後呢 一樣 把它烘到土裡面 在硬直的石頭上面的這些碎屬 都要輕一拍 否則很有可能人踩踏 它會滑 不是人要踩踏的區域 這個位置 它是希望能夠讓植物可以生長出來 所以像這種區域 其實是不用說 一定要把它弄得很實 只要 確定它不要 就是下大雨之後 就可以沖走的狀況 因為鬆土 對植物的生長來講 是比較好的 可以 可以 我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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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再提一下 是 如果下面是平的話 會常出喔 如果下面是平的話 會常出喔 會常出的 會常出的 有些浜 會常出的 會常出的 像麗菇 就是10m